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丈夫 滚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张强自认为这些年对待自己妻子李莉莫有不好的地方 甚至是有些妻管颜 但张强不认为妻管颜是懦弱的表现 反而觉得妻管颜是对妻子的爱的体现 但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宠溺 最终让李莉做出了背叛婚姻的事情来 让从来都没有给李莉发过火的张强 一下彻底的就暴怒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们看看 那天晚上张强正在和自己的好友准备一起去放松一下 因为当天晚上李莉通知张强和闺蜜出去聚餐 但在张强坐到餐桌上的时候 眼睛一扫 却看到了妻子正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在对面的商场门口徘徊 起初的张强以为是看错了 以为只是和自己妻子穿的是同样的衣服 但在仔细看过了之后 却发现就是自己的妻子 张强也是要面子的 在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说是家里出了些事情 便紧急的走了 张强的朋友以为真的是家里有事情 一个个的都在问用不用帮忙之类的话 其实只有张强自己在清楚 他是不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张强当到了对面的时候 李莉和那个男人已经不现了踪影 张强当时也是十分着急 毕竟一想起这段时间李莉细微的变化 就让张强觉得不寒而立 原来这都是有规矩可言的 正在急忙寻找的张强 还是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当时张强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上前就给了那个男人一拳 毕竟两人的关系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当时李莉还想说点什么 但一看到是自己的丈夫的时候 整个人都处于懵圈的状态 这个男人看到李莉一言不发 看清楚形势之后就抓紧跑了 只留下了李莉 张强当时拽着李莉就往自己的家里走 当到了家里之后 日一路上李莉一直在替自己解释着 但这些在这个时候显得都是那么的卑微 到家的那一刻 李莉直接跪在了地上 祈求着张强的原谅 但张强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心情 在听李莉说这些了 李莉想起自己和张强的感情就觉得幸福 当初两人属于朋友介绍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的两人就各自喜欢上了对方 或许是缘分吧 最终让两人走到了一起 在接触过之后 李莉更是发现自己很快就爱上了张强 张强性格随和 为人老实 尤其是对待李莉的态度是一百个好 这是李莉最知足的地方 后来两人结婚了 婚后的两人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感情 夫妻之间也是朋友口中的模范夫妻 父母眼中的好孩子 但两人还是因为一些事情在婚后起了争执 那就是孩子的问题 起初两人之间就是想顺其自然 孩子什么时候到来 夫妻两人都能接受 但随着结婚的时间增多 李莉却一直都没有怀上孩子 期间夫妻两人也因为这件事生气过很多次 后来夫妻两人也是一同去了医院检查 最终的结果是夫妻两人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就是怀不上孩子 夫妻之间虽然都兵事前嫌 但因为这件事还是让夫妻感情之间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随着之后张强的坦诚 也是向李莉道了歉 说不该那样对待她 其实夫妻之间的争吵没有谁对谁错 李莉也知道张强想要孩子的想法 所以李莉和张强之间的感情也是慢慢地回归了之前的状态 但在之后李莉却做了一件让张强十分生气的事情 也就是李莉背叛了婚姻 背叛了张强 被抓到现行的李莉在努力地求着张强不要和自己离婚 还保证以后绝对会忠于自己的家庭 但张强却不想再相信 随后说道 滚吧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明天去离婚 莫商量 之后在张强的坚持下 夫妻两人还是离婚了 接触语 忠诚是十分热议的话题 对自己爱人的忠诚是我们每个婚内都应该遵守的人 也只有能做到相互忠诚的人才会得到应有的幸福 背叛是婚内任何人都接受不了的 尤其是当自己爱人背叛自己的时候 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经营的一段感情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原谅是修复关系的关键 人无完人 人也没有十全是美的 只要是人都是会犯错误的 只不过是有大有小而已 对于一些过错却是不容忍犯错误的 也是不会得到自己爱人原谅的 但对于原谅背叛者也有人持反对的意见 毕竟这种事情是容易上瘾的 也就衍生出了背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说法 背叛的行为深深的伤害到了自己爱人的信任和尊严 但凡是有点血腥的男人都是不会原谅自己爱人的背叛的 妻子的背叛在男人看来是对自己莫大的侮辱 所以说背叛婚姻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不光自己的爱人不会原谅自己 甚至走向离婚的道路 同时自己的尊严也是会被践踏的 原谅只是一时的 但这些事情也是不会被忘记的 裂痕一旦产生就算是被原谅了 也是很难修复好的 摔破了的镜子哪有能恢复原样的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与男闺蜜亲密接触 终被丈夫给看破了 丈夫态度好聚好散 马威和丈夫李浩结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两人说幸福的话也是挺幸福的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夫妻二人的生活过的 却是一直都很拮据 两个人是大学时期的同学 在大学期间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两人是一座城市的 这样是促进两人走到一起的最主要原因 李浩最初的时候对马威十分的好 但马威却在刚开始 一心想着能找一个有钱的富二代 毕竟自己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如果真的能找一个富二代做自己的男友 自己在生活费这一块就能省下许多 但在与李浩的相处当中发现 李浩是一个十分懂得疼爱自己 珍惜自己 而且对自己也十分的好的男生 随后两人便确定了恋爱的关系 自打确定恋爱关系之后的两人 一直保持着很好的默契 每次去食堂吃饭的时候都是A制的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李浩的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 只能算作是普通的家庭 转眼两人大学毕业了 毕业后的两人也是一起 回到了家所在的单位去找工作 因为上的都是普通的大学的原因 两人也都是进了私企 从最基层干起 马威和李浩都是现成的 回到家之后的两人也是一同都在市里工作 两人为了节省一部分的钱 当时就选择了住在一起 获起了试婚的生活 最初住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挺好的 两人之间也没有为什么事情争吵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马威开始对现在的生活有了不同的想法 马威所在的单位部门女生都比较多 大部分的女生都是会比的 比一切的事物 包括自己男友的家庭条件和工作之类的 总之那段时间马威有了和李浩分手的想法 但最终还是看在李浩对自己十分的好的条件下 马威才没有与李浩分手 其实也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 马威的个人条件其实也就那样 自己想找一个有钱的男友 想找一个有钱且不会抛弃自己的男友 机会是很渺茫的 李浩两人的家庭条件相当 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 此时的两人也就确定不再分开了 之后两人也是在家里人的操办下 步入了婚姻的围城 婚后的两人最初的时候还是觉得十分新鲜的 夫妻关系保持的也一直都很好 而且两人也一直都十分的相亲相爱 虽然婚后也住在出租屋内 但马威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反倒是觉得夫妻之间只要相亲相爱的 互相体谅对方 直到珍惜对方就完全可以了 并不需要那种大富大贵的生活 两人只要一起努力 共同奋斗就可以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马威还是在心里产生了其他的想法 一是因为两人因为生活的拮据 连孩子都不想要 还有一次马威在和单位一个关系 十分好的女闺蜜一起出去逛街的时候 在买单的时候 自己的手机也不知道怎么就卡在那里不动了 当时把自己的闺蜜给急的 直接掏出了自己的苹果手机 直接帮马威扫上了 马威用的一直都是低端机 所以在用了两三年之后都会卡顿 但这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卡的一下都动不了了 当时马威的闺蜜就说道 你也让你老公给你换个手机 还用这个破手机干嘛 当时一脸不屑地走掉了 这件事深深地埋藏在了马威的心里 马威赌气地回到家就和李浩商量 让李浩币需给自己买一部苹果手机 李浩听了当时就拒绝了 一部苹果手机动辄7-8000 好一点的都要上万 对于两人来说 是两个多月的工资 李浩的本意是给马威买一部2-3000块钱的手机就挺好 但夫妻两人也是这件事闹得不可开交 夫妻之间起了矛盾 在第二天的时候 马威就拿回来了一部苹果手机 当时李浩还以为是他自己买的 但在后来发现自己的卡里居然没有少钱 这时候的李浩在觉得不对劲 其实马威的身边一直都有一个男闺蜜 两人是高中时期的同学 这个男人在高中的时候就暗恋马威 这个男人家里挺有钱的 虽然自己和马威都结婚了 但马威和这个男人一直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马威也是怕李浩吃醋才一直隐藏 这次的争吵 马威和这个男闺蜜说了 第二天这个男闺蜜就给马威买了一部苹果手机 让马威十分的感激 最后也是直接以身相许了 也正合了这个男人的意思 这件事最后还是让李浩给发现了 李浩当时并没有生气 也没有过的行为 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 好聚好散 马威此时十分的后悔 但后悔也没办法改变现在这个事实了 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 接触于 婚外情都是会在夫妻感情最脆弱的时候出现 一旦夫妻感情出现下降的时候 婚外情就会趁虚而入 对于婚外情很多人都是会迷途难返的 这种事情一旦被自己的爱人发现 轻则夫妻不和 重则家庭破碎 这样的事情在当下社会更是比比皆是 造成这些的原因其实有很多 例如婆媳关系不和 伴侣的能力一般 爱人丑陋 甚至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都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 婚姻其实对每个人都十分的重要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收获一段美好的婚姻 获得十全十美的伴侣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样的幸福的 因为决定婚姻的因素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想找十全十美的伴侣的时候 首先还要看一下自己的条件 夫妻之间的婚姻都是需要我们去维护 去守护的 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 谁都会面临生活的困 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就应该是相互体谅 相互尊重 相互坦诚 不能因为一时的赌气 或者是一时的不舒心 就选择搞婚外情 勾引有夫之妇的男人 莫一个好男人 男人之三当三是十分可怕的 对于自己身边的男闺蜜 女性朋友一定要分个轻重 孰重孰清自己一定要知道 心里更要清楚 家庭永远大于一切 如果你能承受的住婚外情带来的后果 那你未尝不可去试试 但如果你承受不住婚外情带来的后果 那么我劝你趁早不要动这个心思 别等到时候后悔莫及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 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 接受视频通知